第十九集 民调局成立不久 江西出了一件棘手的案子 案子具体内容不详 只知道高局长亲自带起人马赶到了江西 等一个半月后再回来 带回了一个满头白发的年轻人 我听到这儿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 孙胖子和我对视了一眼 他的目光中满是询问 看他的样子比我更惊讶 我叹了口气 回头看下郝文明 郝主任 那个白头发的年轻人 不会是叫吴勉吧 吴勉 不认识 郝文明皱着眉摇起头来 当初高局长带回来的 就是现在六市的调查主任 吴仁迪 哦 我跟孙胖子都唱出一口气 原来是同姓不同名 不过这名字起得倒也霸道啊 能和他匹敌的 怕只有传说中的东方不败了吧 民调局的事呢 就先说到这儿 以后有时间 简能说的再和你们说 哎 不是我说啊 现在带你们去个好地方 进了电梯之后 郝文明掏出一张门禁卡来 啊 忘了和你们说了 楼上九层没有限制 所有内部人员都可以随便出入 地下五层设了限制 普通行政人员没有进入地下室的权限 调查员只能到达地下二层 六个主任能到地下三层 局长是地下四层 说着 指了指我们手中的箱子 你们的基本装备里 就包括了进出一二层的门禁卡 我听出郝文明的话里有问题 哎 郝主任 不对啊 不是说地下五层吗 局长只能到四层 那第五层是谁去的 自打有了民调局啊 第五层就没开过 至于他是对谁开放的 你去问高局长吧 你这都是说只有高局长知道的 谁敢问啊 胖子小时嘀咕了一句 郝文明没理他 刷了门禁卡 按了地下二层的按键 电梯进入地下之后 慢得离谱 差不多三分钟后 才到达地下二层 这儿是地下室 还只是第二层 眼前的一切 已经不能用壮观来形容 层顶的高度最少五十米 从我的角度放眼看去 那真的是一眼望不到边 总之在这随随便便开两个足球场 那还有妇女 孙胖子扎不扎不嘴 郝主任 这个是地下室 还是那种防空掩体啊 还是放原子弹那种 没见过世面 等你们见识过第三层 再发表意见吧 郝文明边说 边带着我们俩向离走 相比较民调局冷冷清清的主楼 这里多少还有些人气 出了电梯没多远 就看见有四五个人聚在一块 为首的一人二十五六的年纪 金发碧眼 竟然是个外国人 民调局不是很低调吗 为什么会有外国人呢 没容我多想 那个外国人已经走了过来 主动打起了招呼 说出话来 那一嘴纯正的惊片子味 高主任 不是说高局长把您找下了吗 这回来的也忒快了 你后面这两位哥们怎么成功 你能不能像一般外国人那么说话 不是我说你啊 你这一嘴的金片子都跟谁学的 这我可做不到啊 亲爱的好 看样子 郝文明是很看不惯这个外国人 略显轻调的样子 我无法压制我的天赋 是语言天赋 你懂的 亲爱的好 再说话的时候 外国人收敛了金枪 不过肢体语言却丰富了起来 他摊开双手 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很是夸张 这十足的欧美人的作法 被一个外国男人称为亲爱的 郝主任明显是不适应 行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郝文明妥协了 他伸出手 向外国人一摆手 这个外国人是调查三世主任 余果主任 那几个是三世调查员 说真的 余果 你的全名是什么来着 好 我对你的记忆力感到很遗憾 我的全名是尼古拉斯K余果 你们可以叫我余果 当然 叫我尼古拉 我也不会介意 尼古拉斯K余果略有不满 但是郝文明没理他这茬 继续自顾自的向我和胖子介绍着 余果主任的三世是负责国际宗教事务的 别看年纪不大 他可是梵蒂冈派来的交流人员 说着 又将手摆向我和胖子的方向 他俩是我们一世的新人 今天刚来报道 胖的那个叫孙大 孙德胜 不胖的那个叫沈辣 自打郝文明说出余果来自梵蒂冈的时候 孙胖子就皱着眉头在瞎寻思梵蒂冈是什么弟子 突然一拍大腿 啊 我想起来了 梵蒂冈是那个基督教的老巢 他这话一出唇 余果的嘴角就抽动了几下 脸上也变了颜色 好在瞬间又恢复了正常 孙 我的朋友 你刚才的话 如果是在梵蒂冈说的 将会是一场无法弥补的噩梦 好在这是中国 不过孙 你真的应该去重新了解一下 西方主流宗教的知识 就在他还要继续普及天主教 基督教还有东正教的区别的时候 电梯又开了 出来了一个高大的白种男人 一出来就静止向我们走 看到郝主任之后 他微微点点头 算是打过了招呼 然后就直奔于果 在他的耳边压低声音 说了几句 这地下二层实在太恐慌 这样的距离 再小声说话 也难免会被别人听到几句 可惜听到了也没什么用 我竖起耳朵也没听明白 他说的不是英语 应该是拉丁语系的某种语言 白人男子说完 站在了雨果的身后 雨果并不解释 只是不动声色地冲着我们笑了笑 抱歉啊 看来我要离开了 有些小事需要我去处理一下 沈 孙 很高兴今天能认识你们 说着张开双臂就要拥抱我和胖子 雨果的举动让我吓了一跳 长这么大 我还没被一个男人这么抱过呢 孙胖子直接后退了几步 把我给让了出去 还好我贼起飞制 双手冲着这个外国老爷们一抱拳 啊哈哈 雨果主任 您太客气了 雨果愣了一笑 随即呵呵一笑 抱拳回了个礼 哎 你们中国人的礼节啊 可真是太有趣了 说完便告辞了 带着白人男子和他手下的调查员 坐上电梯离开 看着电梯已经升起 孙胖子才开口说话 哎 主任 后边来那个外国人是谁呀 啊 是雨果的跟班 叫莫耶斯 你们可别小看他啊 要论真实本事 他可不输给雨果 他要真有本事 还做跟班 你懂个屁 好文明 白了他一眼 不是我说啊 国内的事你还没搞明白 外国人的事 你瞎掺和什么呢 说完 继续带我们向前走 一直走到地下二层 靠里的一处房间 好文明打开房间门 进来吧 到地儿了 我进了房门才发现 这里是内有乾坤啊 里面竟然是个标准的五十米靶场 看样子以后的工作 还要和枪打交道 不考虑那么多了 我和胖子把箱子放在了靶场的射击台上 好文明掏出一包香烟 没有让让我们的意思 自己点上了一根 把箱子打开吧 密码是501215 主任 这个密码 有什么特殊意义没有啊 也没什么特别意思 1950年12月15日 是高胖 高局长的生日 对了 到时候别忘了得意思意思 什么 我还得意思意思 我这心里就开始不爽啊 好在这箱子已经打开 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箱子里面分成两层 上面的一层 整齐的摆着一支九二式手枪 右边 马放着四个弹夹 左边规规矩矩 摆放着好像手机包一样的皮带子 第二层更有意思 竟然是各式各样的证据 有海关的 检验检疫局的 公安局的 检察院的 最离谱的是 还有一张中央内卫处的工作证 而且每张证件上都贴着我的照片 孙胖子几乎每张证件都翻看了一遍 哎主任 你们这假证做得不错呀 比大街上那两百多块的做得好多了 哎我是大成 你怎么那么门儿清啊 孙胖子眨巴眨巴眼睛 憋了半天他也没憋出来 最后憋出这么一句来 我猜的 我猜的 我现在已经没心情跟他逗闷了 转身看向了郝文明 郝主任 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 郝文明吐了个烟圈 问吧 我不一定说啊 我和大盛 今天是第一天来报道的吧 嗯 这也叫问题 郝文明歪的脑袋看过 不是我说 这个不用问我呀 得问你们自己啊 我也知道这个不叫问题 问题是为什么我和大盛 第一天来报道 这些证件上就有我们照片啊 而且这照片也不是粘上去的 是激光打印的 然后扫描到证件上的 这么多张照片打印上去 可得花点时间呢 短时间不可能做好啊 和我预料的不一样 郝文明听了我的话 并没有惊讶的举动 反而学着孙胖子那样 眨巴眨巴眼睛 这个问题你还是问高局长吧 不是我说 东西是他准备的 孙胖子扒了这十多张证件 主任 这么多假证件 这成本很高啊 郝文明很无奈的看了一眼 谁说是假的啊 这里的证件百分之百都是真的 不如我说 你们俩也知道 我们的工作单位不能太招摇 外出做事的时候不能报自豪 有这些证件就方便多了 还有这些呀 我塞 孙胖子先从箱子里拿出一根短棍 迎风一甩 这棍子甩的笔直 竟然是根井用甩棍 孙胖子虚批了几下 民调局用得着甩棍吗 这些都是基本装备 都是以后你们用得上的 还有一件事要提前跟你们说一声啊 在正式工作之前 你们俩要接受民调局三个月的特别训练 训练通过之后才能正式上岗 主任 您的意思是说 要是没通过训练 就不能工作 那我们刚才签的合同就作废了 我正为刚才的合同后悔了 没想到这么快 老天就给了我一个机会